大家好,我现在在洛杉矶,正面已经快晚上十点了 明天大概新加坡的时间,我们就要举办夏圆节解恶法会 所以还是给大家录个音 这个古代皇帝遇到天灾、战争、人祸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悟是上天降罪 所以他们也是上天给予的一些警示 就是有恶难 有恶难,就是黎民百姓或者是皇上自己他做的事情 却得了,说是招致了这个上天示警 所以他们就会提醒这个高宫大德 这些大法师定期择期举办这个解恶法会 那么帮助这些黎民百姓众生消业障 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君主来帮助我们 择期选大法师 那么来帮助黎民百姓来做解恶的这个工作 所以是各种恶难层出不称 那么但是你们反问一下你们自己 是不是自己也有很多的恶难 这些恶难表现出 家庭不和 事业不顺 百病丛生 各种各样的灾难 车祸 这个还有得瘟疫 还有等等的 凡是所有的这个不顺 这个我们在这个三元经中 这个包括这个前不久 我们的这个北斗九皇的圣诞 这个北斗真经里面都给大家展示了各种恶难 那说是大家要思维一下 那么自己遇到这些恶难就是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上天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 是提醒我们缺德了 这个人以理智信无德 天地人三才大格局 三德我们不具备 我们没有顺应 纯德 没有顺应 这个大道 那我们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 那伤害别的众生 还以为自己有本事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这个产生恶难的原因 那么上天专门设置了这个管理我们这个水 这个人体70%都是水 专门管理这个江河琥珀水的水管 也管理我们人体内在的世界的这70%的水的水管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缺德的东西全息的流淌在血液中 储存在自己身体中的很多的线体里面 所以是那么要靠水管来帮助我们解恶 说是在古代呢 历来清朝之前都特别重视这个下缘节 节恶节 那么找地方去参加 有高宫大德主持的道场的去参加法会 去好好的请这个大德 大法师 那么连通能够真正的连通这个水管大地 那么来帮助自己 小业长 所以这个法会就特别的重要 那么大家不要不重视这件事情 把自己的这个恶难延续到明年 说是这个他们是以前是冬至为年嘛 说是很快就冬至节的来临 在冬至节前 新的一年 一阳升之前 把自己大量的这些灾难 恶难解除 不再终结 不要让它延续到来年 说是这是一件 在我们这个觉醒者的这个大众中要重视的一件事情 不但帮自己解恶 还要帮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乃至于六道众生 孤魂野鬼 这个所有的和我们有缘无缘的众生 我们要发广大圆满的空性 这个大背心 来帮助这些众生 也把恶难都解除 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这次法会 珍惜这个法会的机缘 积极的参与 我看大部分同修都还不错 重视了这个节日 那么很多这个人还在稀里糊涂 觉得这是一个小法会 是个不重要的法会 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三元节都是大法会 所以一定要积极的参与 珍惜这样的机会 也为自己的九族 为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这个办理这个解恶的这些 这些 起伏消灾的这些事情 也不要光为自己做 还要为这个孤魂野鬼 溜到所有众生发心去做 所以我特意修改了书外 体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 度普度溜到众生的这个心 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是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地去参与法会 积极地投入到法会 积极投入到义共的工作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处理 为六道众生做一次 真正的解恶的这么一场大法事 希望你们能够动起来 重视起来 不要这个总是不决 带着这个业障 到来年去累积 甚至利用这个冬至节前 这个夏圆节 这么一个殊胜的日子 积极地行动起来 参与到其中 做得圆满一点 作为一个真正的修道者 实际上从你发信 真实修道的那一天 你自己的这个体内的神 已经受鲁一天 受这个俘虏的鲁字 一个主的头 一个语炉的鲁字 他就提醒我们这些 替天行道 那么知道这个人 以灵为重 那这些人 实际上我们已经 不仅仅是在人间 做着一些凡复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封神于天 秀虏于天 那么主持着一个法界的 这么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尊贵 自己的身份 那么积累功德于当下 那么实际上 我们这些肉身上 表现出来的这些恶乃 实际上都是由灵带来的 那么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一点灵光 金刚不坏 光光明明 但是外面染了八层的 像蜘蛛网一样的 这个DNA的纠缠 一层的离我们明点 灵光近的这一层 它是我们今生父母 通过基因 通过我们今生父母的 九族的基因带过来 那么另外在外层 还包括这七层 形成的业力网 这一层层网 像每一层网 都像蜘蛛网一样 千叉万别的交错着 然后上面 粘附着我们 累世的业障 那么前面七世父母 生我们 带给我们的 这个业力网 它是通过我们的 阿赖野史 带过来的 那么现在科学家 叫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说我们在过去上 所做的东西 并没有消失 都通过全息的方式 通过阿赖野史 带到我们的灵上面 那么我们人体 作为灵的载体 说是它的融入 它的恶难 它这各种各样的 这个事情的发生 实际上都是 我们这八重楼网 有灵上 覆盖在灵上的 八重楼网中的 这些因果的东西的释放 导致我们生各种病 导致我们的事业不顺 家庭不顺 孩子不听话 叛逆 等等各种各样的 车祸 虫害 瘟疫 等等这种病的 这种影响 那么实际上都是 我们在这八重楼网中的 这个基因 携带来的 叫台湾叫卡因 卡在我们的基因连接上的 这些善恶的一个释放 那么是通过人体的这个表现 和你身边事业 工作 生活的各种表现 来体现自己灵上的 业障的轻重 它通过我们的人体的 来释放 来表现 来表演 不要把它 仅仅当成我们肉体上的病 实际这些病根 这些事情不顺的根 都在那个灵上的八重楼网上的 这个基因 携带的黑子和白子的这种释放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下缘 结恶结 下缘 水关 这个精灵 大地 他率领的部署 在这个特殊的时空 可以帮我们 解内恶 外恶 内外恶 各种恶难都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十分殊胜的 这么一个时间和空间点 所以说我们特意 在每年这个时间 来帮助大家 度过这些恶难 清理这些恶难 不让他们再带到 这个下一年去 那么让自己轻松上阵 能够跑得更快 飞得更远 升得更高 所以是利用这段时间 给大家录个音 是提醒那些还没有动起来 或者不够重视的人 把这个节日重视起来 把这场法会重视起来 积极地参与其中 然后不要错过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点 好 谢谢大家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